这结婚三十多年了对吧 对 我是指婚龄老 三十多年不是磨得透透的了吗 还来我们这干嘛呀 我要来对他有意见和想法 提 主要是说 退休 想起我想的退休能够想想幸福 想想天人之乐带着孙子 这没常想到退休比上班还累 为啥 这一年来的家务活 从洗衣做饭 收拾家务 买菜送孙子 都是我的事情 他现在在外面玩得太疯狂 比如说太极悬 太极剑 民主舞 演戏曲 金黄球 人家不负 你这不也就退休这不到二年吗 刚退休半年的时候 你不是玩得挺嗨吗 钓鱼摸虾 下象棋 钓鱼的时候都三四天不回家 不因为你那么玩得嗨 我能这样啊 我这三十多年为这个家 辛辛苦苦的 我容易啊 为了你我和孩子 我把我的兴趣爱好都撇在一边 你容易不容易 我玩儿有所有赏的 我就那头三十个月 现在这一年多中 都是我干的 在这说 太选太剑 你买几套衣服 民主舞你买几套衣服 人家可以租 你就得买 另外在这花销的问题上 还给人别人买鞋 到现在有钱还没付上 这属实吧 我买戏服 我又不是天天买 租物也得花钱吗 买回来 我哥在家里 我也可以欣赏 我也能穿 你穿几回呀 那干啥就得像啥 再这说了 我为姐妹买点鞋 人家给我 回不老家的时候 为我买盒饭 那互相的 那姐妹之间 有情有义的 那算个什么呀 跟孩子定十一 以后上云南去游去 机票酒店都订好了 我还到十一了 头两天说有事的 参加那个什么人 是去乒乓球比赛去 她的机票瞎了 这些人也得去呀 媳妇家孙女 我们四个去的 能高兴吗 我就得突允你们高兴 你们乐呵 我三十多年为这个家 我把我的兴趣爱好 都撇在了一边 为了你们 我什么都可以忍受 现在我退休了 我自己我就不能 玩点我喜欢 我爱好的东西吗 再者说 那是乒乓球比赛 不不不 不是说平时练习 我不去 单打我可以不参加 那双打是团体的 三个人 我一个人我不参加 那两个人就参加不了了吗 那个他跟你没关系 他后改的 他十一以后的事 突然提前了 提前了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也是临时改动的 那你说我能不愿意 在家里边 团团圆圆地 一起出去乐呵吗 这不是感受特殊情况吗 这是个事吗 另外接孙总是我接 有一次我告诉他 我说我有事 头两天就告诉他 打那拖腿的 到那天他就给忘了 孩子呢 听我说啊 又人老师打电话 我有事啊 我招你妈妈去了 孩子还憋屈 憋屈哭 回家到家还憋屈 那不就那一次吗 一共几次 就这一次告诉你的 你还忘了 你还说什么 那不也是特殊情况吗 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 你心没在 另外孩子你说 那天就想吃饺子 你 非要买两包 对不起 你平时都告诉我说 少给外面买那个带馅的 不违上整个的 但这回你就非得 要买带馅的 我这那一段 不排练也是忙吗 再点说了 一个孩子 小时就得跟他不做呀 贯子都没完没了的 那不叫贯子 孩子要求也是正常的 我能问两句了吗 可以 温主持 听到是听到了一些端倪 等于现在您的这个 兴趣爱好 已经成了生活的 最主要的了 您就会觉得负担很重 对 您是想让他 重新回归家庭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完全回归家庭 是 你在玩的开心快乐的时候 你也得顾顾家 是 是 那您就没想些 折给他往回拉呀 主持人 我跟您说 他背后里边搞阴谋诡计 搞破坏 啥意思 有一次 我那个团队里边 新来了两个姐姐 要让我教他剑 到公园 我一拔剑 剑蛇了 他给我弄了个尴尬呀 你看大伙都嘲笑我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我那心里 有多难受啊 对呀 那剑蛇你怪人 你干吗 那哪是几岁的孩子 所能做的呀 那整蛇的呀 也是为了你好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恨你 你知道不 我都这个年龄了 我还能参加几次比赛呀 有一次我们那个中老年 广场舞蹈比赛 哎呀 气得不行了 没事 慢慢说 参加比赛怎么了 他是给您裙子又剪了 这么些年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俩早起来 我就那天早上 他跟我俩一起起来的 起来他就跟我俩枪了 嗯 优优独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这话呀 都不在理 那小孩是教的吗 我问问你 你有没有这事 早餐起早走了 晚间呢 十六点钟回来了 排睡了 早晨就六点钟就起 联系那么两三天 这事有吧 另外上云南去 你不去 他能乐呵不 也五六岁了吧 能乐呵不 让你接吃你给忘了 有没有这事吧 你承认不承认呢 又翻回去了 我就不能寻求 我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吗 能寻求 不急不急 慢慢说慢慢说 这还发生了什么事 完了之后 那天晚上我回来一看 这也不对劲啊 我看这这 都行李啥的 哎呀这都装不好了 我这一问 我这又是干什么去啊 人家又要出去旅游去 这大人孩子都不跟我说一声 就好像我在这个家 都不存在似的 这事提前两三周告诉你了 你两三周告诉我 那时候我没有时间 你听我说完了主持人 不是说是去多远 就搁外面住一宿 在这儿烧烤 哎就这么去 头两周不也都告你了吗 你也答案了吗 说等着看一看 到那样的时候 儿子说别答案了 严重生都都定好了 咱也不能再改了 咱去吧 我妈能去就去 不去就拉倒 那让人说不告 提前跟我说那时候 我确实没有时间 但是这几天 我确实我有时间了 但你们也没跟我说呀 你也没出什么多远的地方 那你有时间就赶走呗 就说这个事情 你作为男子大丈夫 你就不应该这么做 这个家好像有我都没 我都可以 就这个事没跟你伤了 你没跟别人伤 事大多了 我都没跟别人伤了